你能不能别把她接回家来住啊 我跟你说话呢 陈子啊 那是我亲妹妹一个妈什么 她在咱们这儿上大学 赖在家住几天怎么了 碍着你什么事了 那是我们俩的家 她在这儿住就是碍着我的 你听明白了吗 你不是给她买衣服 买包 买手机 还买电脑 都按钱的货我没了 不是 论货我谁能货不货你啊 啊 我那两张信用卡谁想罢我 你天天不是买衣服就着买包 要不就上美容院 我那是正常去住好吗 我穿漂亮点 不愿意为了给你长脸吗 我花了我自己钱 给我自己妹妹买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指手换场的呀 你还什么意思啊 以后我们俩才是一家人 我又嫁给你又不是嫁给她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就让我妹妹帮你洗衣服做饭 你就把妹妹多指指点点的 不是我想问问你 我妹妹是你保护母吗 她现在是成年人 她做点家务怎么办 那你怎么不帮忙干呢 不行 你就让她赶紧回去 要报到 要不哪来回哪去 你再说一遍 找了就把我来去吧 你说看星空看日落 不如看我的眼眸 你妹妹来在家喜欢詹犬 是你一进来就给我的心眼采掉 她能不能看着一点啊 是 我家是农村出来的 但不代表就比谁低等 你不嫌埋的吗 那你走啊 兄弟 我觉得你还是找个善良点的顿行 我推荐你去探查看看 一上线就匹配好多同城美女 可爱的温柔的什么类型都有 我好几个哥们都在上面拖搭了 你就选一个懂事的 理解你的都会好起来的 是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不想出了是吗现在 你之前让我给你买 你带着你妈带着你 一会儿上我公司闹你怎么想啊 还有上回我出差给你五千块钱 让你去看我妈去 你就买一袋破水果 一想破牛奶 你办的是人事吗 我是想给你脸 但你给脸不要脸了 我告诉你 我家人就是我的底线 你碰我底线碰一下 诶 陈泽